你為什麼覺得今天這個說明會其實是不太適合要開 因為今天贏創的這三個禮中紀、禮和新跟王家 這三個禮都修理好了 你如果說不然之不管你禮拜一開的那個會 你也沒有通知我們所有選人 你今天再來開一會大家又簽名 你又過了,每個人都過了 我就直接罵說你們又要申請經費 我們錢不太開,台北市中錢不太開 7月30號上午台北市文化局與台科大在社子島舉辦的 禮和新宅、禮中紀宅與福州王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說明會 因為有古宅所有人沒有收到開會通知 只有少數人收到通知的狀況之下 居民到現場抗議 我們王家我們自己修理400萬修理好了 禮和新我跟他們都很熟 有修理370萬人家修理好了 李宗紀也修理好了 我們在修理的時候 政府為什麼不來幫我們 是我們修理好了 你才來說要修理 這個司馬昭之心大家都知道 真正需要修理的燕樓里宅 你趕快把他文字保存 趕快把他修理起來 不管是他有沒有開發 那竟然就是我們台北市一個歷史景觀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像那個燕樓里宅他們是比較需要的 所以應該政府趕快 對對對你腳步要快一點 不然他那個房子搞不好有塌陷怎樣 我們要站在人的立場去做事 不要站在一個公務人員這樣死板板的 要申請經費申請經費就是經費就是經費 大家都有這個觀念 只是政府應該站在一個督導的立場 哎呦這個應該不可以用那種 Standless的樓梯 不可以用那個現代化的 應該古香古色才對 你們文字你們內行的應該來指導我們外行的 怎麼把這個古蹟弄得漂漂亮 以後給後代的子孫 也不是我們王家的子孫 是師事大家都可以來參觀 他說那王家這個兩百年前的 是從日本運過來的磚頭怎樣 我們這文字保存就是要這麼做 而不是說 哇你們看不行就把它拆掉 什麼意地移除 胡搞蝦搞 這些你就保存著保存著 不管是有沒有開玩 就是你政府都可以用一個牌子導覽 給人家來是你島參觀 說明會最後在居民的抗議下取消舉行 以上公民記者 設置島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